你政府要跟百姓收錢 那要有一個前提 你收的有沒有道理 台北市的停車位夠嗎 台北市的停車場夠嗎 不管是公立的 或是要去鼓勵私人社停車場 這種措施 那你柯文哲做了沒有 顯然是沒有 所以台北市很多地方 你找不到停車的地方 人家不是要違規 是真的沒有辦法 找不到停車位你就要怎麼辦 第二個我看這張照片 至少這張照片 就看起來是郊外 是啊 所以剛剛我們說 不是畫在紅線沒有畫在那個 應該不是中校東部 你在郊外的話 無法疏解交通 你在郊外的話 我請問你第一個 是郊外 所以那個大車子進出比較少 所以那個地方其實是干擾交通 邊邊讓人家挺個摩托車 對交通的干擾應該是不大 第二個就是說 郊外是不容易搭上捷運的 而且郊外又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很有錢的住郊外 那就別墅 第二種就是買不起淡黃區 比較貴房子住在郊外 那這些人搭捷運 是中低收入的人 搭捷運又不方便 搭公車公車也沒有來 摩托車變成是他一個最快速 最方便 最省事的一個交通工具 那你這樣子不是在壓榨窮人嗎 你說怎麼 奇怪怎麼會 不在交通繁忙區畫紅線 會畫到郊外去 報告 交通繁忙區的紅線 全部都畫完了 已經沒有地方好畫了 總有一天你會發現 你人家樓梯間也被畫紅線了 那是因為柯P真的 沒什麼地方好畫了 所以我要講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 然後再想用你的手段 然後最後想評估你的成效 對不對 目的 手段 成效 結果剛剛才畫紅線 請問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增加收入嗎 改善交通還是增加收入 對 所以就很奇怪 然後語明真理 各位沒想到 現在在台北市 多麼的心不易 U-bike漲價 公車要漲價 監獄要漲價 台北市什麼都漲 請問現在你的目的是什麼